当初Fly选择离开狼队加入RW 有多少人认为这是一个双数的决策 征战多年的老将去到一个B组队伍还能翻身吗 谁能想到被大家认为只不过是想找个队伍打比赛的Fly 居然带着队伍一年时间内杀进了四强 并且4比2干掉狼队现在只差一个AT 他们就可以闯入决赛与QSG共同争夺新王 但很多人其实还是比较疑惑的一个点是 狼队这么一直在几天前拥有真怪实力的队伍 突然就被人打得狼狈不堪 这到底是为啥呢 其实这第一局就是个缩影 狼队打的这个保持中路让经济仰打野的玩法 不过之前的主流打法都是仰坛 也比如孟奇这一次的竞属于是比较有开创性 在前期小胖分队经济高达1000 可以说套路已经起到效果了 那么10分钟这个暴军团趁着对面鱼机装备还没有成型 无疑是个扩大优势的好机会 但首先是RW的站位处理非常好 正面真机通过立柱子来持续消耗 侧面马车的给压力 在这一瞬间戈亚准备蓄力起步 龟奇一看以为要冲了直接二伞起手 但是倒在只是原地转了个圈 同时这一波陈锋的真机打得太好了 因为这波狂铁二伞进场 是在真机一技能生效前的一瞬间使用的 所以陈锋能在这一瞬间 把注意力从自己的一技能上移到自己身上 然后交出闪现反应过来 我觉得是非常夸张的 而侧面就是我刚才提到 弗莱一直卡在一个非常好的位置 他这一波的进场是一身 调在真机二技能弹过来的一瞬间直接出手 配合冰冻效果险些将射服两人全部击杀 所以这波看似狼队把暴君拿到实际上是很亏的 因为给了鱼机发育的时间 而随后红区这波小方竟然跟真机一换一 则是狼队真正崩盘的开始 肯定会有人说这波的问题在于队友没有跟 但关键这波狼队本来就少人 狂蝶离了十万八千里 所以小方这波觉得肯定是非常危险 而且从这一波你可以看到 小方的进还是之前这个玩法 喜欢直接进场 并没有利用变异进的特性来拉扯 结果是小A提前预判了进场 进场的举动一个大招提前释放 直接全部半拳 而这一波刚复活之后 下一波蓝区的操作 更是让我有点担心小方的心理状态 现在是直勾勾走上去吃一个真机的一 我就不说了 最后顶着真机的两层冰冻 在队友完全没有感动的情况下 强行进场抢篮 我说实话这一波就是送 最后谨慎盗载一人守家 他先加速打开去追到高地塔内 利用邵思源的跟踪 急着把他带到上海更高的高地塔里 这里比较昭笑的是 邵思源想飞到夏欧头上逃出范围 没想到夏欧又给他带回去了 导致他被塔打死 然后再利用高地塔周旋马超 打出复活后 回来轻线加速左真机 走位左下欧大 最终完成了这波极限的EV4手架 这波倒带确实处理得好 你像我之前就做不到这么冷 因为一到游戏关键时刻 我脸上就有点不舒服 是因为最近天气颜色 再加上长时间对的电脑感视频 我这脸上的游和当中性 全堆积起来 把毛孔越成越大 还疯狂暴走 这里就给大家推荐 我最近一直在用的 西木园男士控油截面乳 他们这系列可是超越了一众国际大牌 登顶了男士护肤套装年度回购吧 实打实的用口碑说话 我现在早晚都在用 一个多夜拥下来 觉得他清洁控油的能力是真的挺 尤其现在天热起来 用清水洗脸 不一会就油成猪钢裂 那这款控油截面就很适合咱们 它里面是携手的青花猪三角研究院 专为咱男性 肤质配比的6比3比1 强清洁氨基酸体系 脱出的泡沫 丰富细腻 能钻进毛孔深处 把藏着的油脂污垢全给洗出来 咱油腻的大操脸 瞬间变得干净清爽 另外里面专业的极光黑鱼三控油精脆 还能从源头直接控制皮肤处 有感善男生常见的痘痘 黑头和大毛孔等问题 一瓶就做到高效清洁 加源头控油 西木园一直专注于 全肤质敏感机的研究 不仅主导致顶并发布了 中国首个敏感机团体标准 其他多线产品 常年在表团中名列前茅 口碑和科研实力没得说 现在致顶领大额优惠圈 性价比高还承诺过敏包退 下台男生有截面需求 选他就够了 但是下回都也是够一天 导播都没想到 这人他不点家呀 直接都切画面了 又被骗回去了 不过阵容差距还是太大了 直播话音也没有干 鱼姬完美的开出二技能 挡掉了所有的伤害 在技能结束后 就是赶紧躲了一发 戈亚伤害非常高的强 在追击战之中 用闪现一脚踩头戈亚 最终小胖一手是无力回天 这把你就可以明显的看到 小胖今代的心态 就突出一个字 急 RW在团架上 尤其里面狼队太多 第二把咱们实话实说好吧 狼队能也有九成 靠的是盗载的攻准 你剩下一成呢 靠的是RW的某一拳手 开局来跟弗赖抓特洛特 危机此时已经点满被动 现在是闪现躲狮阳枪一枪 最后折到将其击飞 狮阳枪只要挂二减速 拉扯平A就行了 但是花银的选择是 走到脸上输出 接一发七音光芒剑 闪现也不舍得要 最终变成幻者还是对面的依序 算了看到这一幕 直接连也删除 牢下加强方案 牢下玩家可以考虑 去把花银冲了 四分钟龙团成功的 文章军表演了一个 非常经验的二技能 一般来说你要接控打 哨子源 那肯定是往脚下放动 对吧 他的处理是用边缘位置 控制哨子源 然后多出部分 刚好预判到 原流准备向前的走位 这一步的操作 首先想象力是很强的 其次操作也很困难 你在实战中想通过B条 一瞬间把角度放得这么刁砖 其实是很困难 然后他又在被开了之后 利用哨子源的追踪机 叫闪现把人带了回来 帮助队友又打赢一波 没过多久 又把小胖也定住了 可以说一直在出节奏 就在狼队最危险的 罐头倒在站出来 完全在一打二真相 甚至反杀了一个之后 还逼出了孙小胖的闪现 他这一波操作 我个人主观而言 是今年至今为止 攻速率最有含尖量的一波 首先是他计算了 太乙一技能爆炸时间 在其结束后 自信无视野回散 然后利用孙小胜 想拿红的心理先打人 在对面拿完红之后 向前交大勾引孙小胜上前 然后进逃卡 世界上花蕊无法普攻 因此获得了绝对孙小胜 一套直接将花蕊的复活打 最后他还算到了 太乙二技能应该好了 回头一技能躲了一下 最终是打掉了太乙 打跑了孙小胜 然后又在下路的一波 应该是拉三只 看到孙小胜翻轨 下去清兵线了 直接三三起手 一套打出复活之后 将其带走 在这时候又是尘锋站出来 他前大招上减 虽然孤特利和伞 无法拉开太远距离 然后就是一个 刁断二技能让孤特利进退维谷 这一波RW就大获全胜了 不过这一把呢还是输了 花蕊这里是想交钱 把孙小胜带过来 但实际上这个位置 孙小胜扎扎进来的是必死的 所以他这闪现全是搞笑来的 下一波没闪被切 有人说他打猪是为了回血 不是你打孙小胜就不能回血吗 我请问了 这小猪也不知道有什么魔力 目前存活队伍射手 只有妖刀没干 第三把则是完全没打崩了 其实你这一局怪花蕊 反而是没什么道理 那花蕊有话说了 你让我走位躲中回狗 那我躲了不说明中回菜吗 我被狗纯正因为医生太强了 我没办法 事实也确实是这样 要怪只能怪花蕊不会某个 打敌人接中回都非常好打的牢英雄 最后被打了个11比1 你们说是这个数字更加炸裂 还是7比0更加炸裂 然后第三把 我觉得是RW表现最好的一把 因为他完全展示了在花蕊不干 甚至还比较小事的情况下 RW是什么实力 无双这名轩手玩 他也是真的有一颗想carry的心 很适合保守六中单 他每位都把血手留到非常低的血量在开 因为血手虽然当前生命百分比扣角 这样收益绝对最高 而且可以骗对面上来激活 他给他找到输出机会 他大车的配合也是天一无缝 前面好几次失血拼着牵 极限逃生 而且美波进场 大车都会提前放好圈 最后花音完这些平A型射手 还是挺有说法 而第五局则是发来达摩完全的carry 开局和安切拉配合 没有接着上去追 而是先轻逼生死 然后安切拉看马超手里没枪 直接果断二伞控住 从事弗莱刚好生成一伞过来 直接撤到家前拿下移血 然后就是小胖比较有节目效果的一部 这边现在没有惩计的情况下 丢了一条暴君 然后抓住一个惩计 他想进野区 结果对面安切拉赶到 被迫战略转进一个惩计下去 刚好剩一点血又被无上输掉了 其实下午在刷一个野的时候 交易成第二段是会显著降低刷野速度 他有这个时间多平一两下 直接惩计肯定是走了 但是倒载这个BQ7太猛 在孟奇准备撞到时候翻滚向前 然后闪前利用加速 拉开躲掉墨子的大闪 反手一二输出瞬间灌死墨子 这波等于是在一打两个半的情况下 打了掉两人 不过狼队后续又上头了 小胖带头化身爱猫人 狂追孟奇半分钟 就就是两片野线也没有刷 九分半马上龙点了 也没有去带边线 这才给了RW出来争笼的机会 阿弗莱已经绕到了后方 虽然枪叫完一等之后 他还专门等着一下 孟奇的大招飞过来 所以跟孟奇一起进场 直接将三两枪拿下 仅仅一号为盗载的倒下 瞬间让局势扭转 最后在中路又和莫子 打着波配合 莫子一号定了 就直接一闪跟过去 杨宇环叫出大招 上前也难逃一死 而小胖这边也是重新 当上了下后的必有群群主 玩这个英雄真的 有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太牛逼了 然后就想一个人冲进去打5 最后一波弗莱的站位 就是非常好 一直在侧面给狼队压力 再把狼往龙坑的墙那边 你就在等莫子这一炮中了 就直接一闪向墙开两个 弗莱这选手 就是在跟队友的配合上 做到了极致 因为发现在弗莱的队友 很人机的时候 他其实也没什么画面 但是一旦队友发挥起来 弗莱就能很好的利用 队伍里其他英雄特性 来打出各种不同的combo 就达成一个让队友 玩得非常舒服的情况 而来进入第六局 之前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点 狼队刚好差 一个击败 获得13000的成就 弗莱大概率是不知道这么一件事的 但他确实是RW这一把唯一阵亡的 也就是他这一个人头 帮助狼队完成了这个成就 而出发大家则小胖认为弗莱会怂 所以直接往后丢了 结果没想到弗莱直接起杀星了 绕过球队之后直接大楼底 其实小胖把他长威赛倒在状态不好的时候 确实是他能归期把狼队大齐扛起来 到现在打成这样确实也该说 很多人说他像纪录片一样 在意自己的身材问题已经不纯粹了 确实减肥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经济状态 但健康更是一个人一辈子的事 也许胖胖有事也会感叹命运不公 自己不管拿多少冠军 在投票的时候也比不上别人一张脸 这局狼队依靠刘邦打成了四宝一 最能在驾罗的破争效果下可以说心通虚设 短短12分钟就结束了 当我视频发出的时候 RW和AG估计都分出胜负了 我刚才说这句话的表情真的值得记录下来 充斥着无奈 就希望AG和RW打得精彩一点 花园的公历里该拿出来秀一把 长生也别再捣我那个什么宝石火舞了 好好carry一把 最后感谢大家观看 如果觉得开心请点赞 如果能分享的话 还有关注 我谢谢你啊